很多人说楼价高 资金限制了年轻人的上车梦 我就说 很多优质榫盘 其实隐藏各区各地了 来到新葡岗这里 就有三个上车屋苑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一元理的置业梦 第一个要介绍的 就是新葡岗的家风台 屋苑属于私人机构参建居屋 由五座物业组成 总共二千零十个单位 屋苑主打两房和三房单位 实用面积就由四百多至六百多尺左右 间隔是正 实用率超过八成 单位景观方面 以翠绿山景为主 部分向南的单位 更加可以远望启德海景 可谓景致多变 家风台地势较高 住户可以远离帆囂 适合喜欢宁静生活的年轻上车客 屋苑亦都自设商场 附近食市商铺齐备 生活配套不假外交 屋苑楼下亦都设有 穿梭黄大仙和钻石山的小花站 班次非常频密 第二个要介绍的 是家风台旁边的瓶山苑 同样属于居屋物业的瓶山苑 由六座物业组成 合共提供1584伙单位 屋苑同样是主打两房和三房单位 实用面积就由400多至500多尺左右 由于屋苑属于区内早期居屋 所以设计实用性高 单位示正无窗台 令到空间更加见识 而且楼价易于承担 所以成为不少首次置业人士的心头号 虽然瓶山苑并没有屋苑商场 但是住户可以共用附近 赴山村的超市以及商铺 基本生活无忧 而且附近小巴和巴士路线充足 前往黄大仙和鑽石山 都只是几分钟的车程 无论想去大型街市买菜 还是想去大型商场行街 都非常方便 而且屋苑链近蒲江村道运动场 和釜山道游乐场 喜欢运动的你 确实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空间 第三个要介绍的 就是同区的另一个上车盘 钻岭 钻岭位于环凤街68号 2018年入伙 是区内的年轻物业之一 属于单动式住宅项目 合共234伙 单位面积由198至654尺 当中八成以上为300尺以下的上车盘 难怪会成为不少置业人士的 深水选择之一 专领附近社区发展成熟 有街市 食市 和不少社区商铺 除了价廉物美 商户还很有人情味 而无几远就有 荷里活广场 大型戏院 潮流商铺 各地美食 通通齐备 满足大家购物娱乐的需要 屋苑虽然地势偏高 但是附近就有不少巴士 和小巴路线提供 落到去黄大仙 交通选择就更加是种类繁多了 住户也可以去到荷里活广场的 大型交通中心 坐巴士或者地铁出行 任君选择 听完以上的介绍 还想了解更多的屋苑详情 快点联络美联物业 感谢观看